市長、李秘書長、本會葉秘書長 還有各位議員同仁、市府各單位的主管 以及我們新聞媒體好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我們今天討論昨天提到的排路第一案 報告四項第六案 本市林市長、佑昌上任至今出國次數、時間、地點、經費、任務及效益 我想大家手頭上應該都有資料了 那麼還需要請人事處處長報告嗎 或者我們議員同仁有 好,我們請稱請議員 謝謝,其實我們仁市這邊其實也沒有這些我們外委的資料了 那非常謝謝今天能提供出來 其實這個資料早期一開始有提供 我想今天大家就不必演這個會期到今天再討論 看到這個結果之後才知道 完全是我們姊妹促進委員會人員的這個隨行、同行 當然了,這些姊妹是人員 追隨市長、跟隨市長去促進城市外交 那也是無口厚非 只是說,我要在這邊表達一個意見 就是說,我們這些促進會人員裡面 多半是屬於國際社團型的一些人士 假設這些人士想參與那個城市的 他們所謂的國際社團的姊妹會的一些活動的話 我想我們林市長應該不必去搭這個順便車 為什麼講呢? 因為我那次去感覺得深深感覺得非常的不以為然 那天我們賈簽名去拜會他們的市議所 但是他們的市議所的市長 好像也是國際社團的人士之一 但是後來我知道他們剛好有一個國際 他們當地的國際社團呢 有一個所謂的年度慶典 然後我們的這些促進會人員呢 其中也是那些的社團的慶祝人員 去到了那個場合 讓我們感覺深深到 我們今天不是來市政考察 而是來壯大聲視參與它這個所謂的國際社團的慶典 我想這是兩碼子的事情 到最後是大家嗨的時候 嗨到最高點的時候是怎麼樣 蠻歲蠻歲 我請問是叫誰的萬歲 我想這種情境之下 是非常非常讓人難以去接受的 當然我在對沒有所謂的偏見之疑 只是說我們今天是純粹的市政考察 就單純化的市政考察 去瞭解人家當地的所謂的市政建設 我們有可笑法之處沒有 而不是搭這個順風之車 去參加人家的國際社團的興趣的活動 假設今天我們一出去 就說參加我們日本的什麼慶典活動 我們心目瞭然已在 那我們是OK的 但是之前去完全不知道 這個其實內容是這麼回事 覺得我們跟隨著有受騙的感覺 所以說在此本席的提議 希望我往後有任何市政的 所謂的國外考察化 純粹的單純化一點 比較好 讓我們隨行的人員 能確實去觀察到 我們所想看的東西 我們想學的東西 回來之後我們可以有效法之處 我們來試試 當然了觀察人家的 所有國族民情風景 那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但是我一直強調 我們今天是純粹是考察 而不是參加人家的慶典 假設今天哪一個城市邀請 我們市長是帶隊去參加 他們什麼慶典的話 我想之前大家知道 我們這張之行 是要其中有所謂慶典之行的話 我們當然也無口無非 也未有今天所謂水潭區 也被所謂的 這種被壓迫的強迫的感覺 所以本席認為 往後這種的行程 純粹的要單純化 而屬於這些水團的 這些所謂的人士 促進會人員 當然他們自費 其實沒有任何的懷疑 只是希望說 以後有任何的 所謂的城市外交的性質的話 我們這純粹人 我們有他們 是有他們 不要刻意的 寄要約他們 他們礙於市長的前面 又不得不答應 去的時候第二天 跟市長到了日本 第二天就坐飛機回來了 我想讓這些人心中 是什麼一個想法 我想今天你市長 你市長今天想出去 所帶人的是 所謂的心悅臣服的跟你去 我想才有效益 不要留下任何的 所謂的心中不悅的把柄 那最後我再提醒一點 既然市長那麼熱衷於出國 我想不要把市政方會 與這些出國之年 我想市民有約 對我們市民來講 是非常可望可切的一些事情 為什麼 很多的市民之間的一些 似乎反應的事情 我們民意代表 其中協調的事情 他們都無法得到 非常明確的一個答覆和效果 假設今天跟市長面對面談了 也許市長的一個指示 下面的承辦人 他們辦解是非常的順手 正如昨天的金融新聞 一條新聞一樣 就在安一路的一個 小巷道的紅綠燈的入口 過去十幾年 我們議長在這之前 也一直爭取那綠燈 紅綠燈的設置 可是承辦人員 就是種種的理由 所以距離太短 種種什麼理由 不能設置 但是市長的一句話 結果設置了 全民接歡 所以市民所要 就是我們跟所謂的 主管單位的這些承辦人員 溝通有阻礙的時候 無法溝通的時候 就有賴與市長出面 市民有一想 跟市長你來說一說 他們的需求 希望市長你在這種情形之下 給予指示 讓我們市民所要的 所能建設的 法律可允許之內的 趕快去實施 所以本席建議 市長你還是要 重於我們百姓之約 不要範圍所謂的市政 而洗於是所謂的國民外交 我想國民外交是國家大事 但是城市外交也需要 但是還是希望建議你 以市政為主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我們 陳真寶貴議員 我們現在請張耿輝議員 發言 呂美玲議員 請做準備 好 謝謝主席 我想 當然 對市長的出國考察 本席昨天也講得很清楚 我不反對啊 市長出國 不過 要人外必須按內 而且 說實在 出國也要有那個效力 從報告中 我們也看出市長 去大概有 日本大概有六次 當初基隆市來講 雖然土地不多 但是道路啊 坑坑洞洞洞切勢不少 出去的六次 回來的話 整個還是沒有什麼改變 道路還是那麼破 所以說啊 這是其中一點 第二點 本會同仁昨天也講了很多 包括市長 市民有約問題 包括 曾經 在 沒幾個月之前 我相信 媒體也有跟著 本席還有 相關的局處長 結果去那邊很寒心的 市民講過一句話 市長有酒店要年半 好嗎 連我來這裡一次就沒有 地方的建設 你卻去之不敵 而且有時間 跑到國外出國那麼多次 本會 是站在一個監督的立場角色 每一位同仁 當然都是以監督立場 當然我也希望 我們本會的同仁 不要站著 事務官員的立場 這樣就是本末倒置 那以及這樣我早就建議啊 我們市長可以拉攏 進入團隊 第二點 第二點 我想 也建議我們 市長 其實要取經啊 我們現有的就有的 我舉例來講 我也 排除我沒有 宗教的 議設立場 前市啊 現在最有 能夠讓我們遵從的 當然很多 其中有一個最近的 實施了五十週年的 慈濟佛光佛教基金會 當初一個法師 一個落落女子 可以從一個 竹筒歲月 找起周家幾戶 用竹筒歲月 造成了現在幾世 全球 可以奧援九十一個國家 海外九十一個國家跟地區 這個資料都有的 包括從事 慈善 醫療 人文 教育 環保 骨髓 這些現有的你不去取經 包括我們歷練的總統 從金國先生那邊開始 李登輝 李總統 陳水扁總統 馬英九總統 跟現在的蔡總統 哪一位元首沒有對他的尊敬崇拜 這一些現有你不去取經 你結果跑到那邊去 回來也沒有什麼 改變什麼 道路還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也以衝心腸了 我也希望 不是一個紅綠燈 能夠 上年 一年半 一個紅綠燈 大擺長筒 晃鞭炮 我是希望 金融市要成為一座 甚至海洋廣場 有一座 讓像樣的 等到你做出來的時候 幾次 前金融市 通通被你喝彩 才是真的 況且已經一年多了 我是 很語重心腸的 也對你 對事務的期待很深 那以及這樣 我倒不如建議市長 人家為什麼這四大六大 包括我剛才講的 慈善 醫療 人文 教育 環保 骨髓 希望有時間 倒不如你 那麼多的時間 走走我們的基層 把基層真了解清楚 鞏固好 做好準備 你出國去 招商回來才有辦法 講一例難聽的話 我們觀光修祭港 連一個五星級 六星級就搞不定了 連一個人家值得去的地方 都還搞不定了 你贏了往外跑 有什麼意義啊 我本期值得懷疑 所以啊 我是希望啊 有時間啊 研考處管 你也安排一下 沒有的話找那個翁處長 他可以安排一下 去向上人起經一下 為什麼他們會做得這麼好 從來不踏出國門一步 50周年 既然能夠 援助海外 91個國家 寒地區 這個驚人的數據啊 包括 印尼 印尼的國家 為了台灣 慈濟 功德會 還 還命名了一個慈濟河 印尼慈濟河 你可以去查資料 這如此 讓人家精神尊重 你不去學習 不去效仿 現有的 你不去效仿 最近的報紙啊 有沒有看到 16歲的啊 16歲的喔 為了爭奪遺產啊 把自己的父母親 都給他殺掉 這一切 顯示我們教育有問題的 這個我敢保證啊 一定不是那個 持續學校所培育出來的孩子 有的話 他是的話 我馬上 我剁給你 因為人家 人文教育做得很好 本席兩個孩子也在那邊讀過 非常貼心 雖然我不是很有成就 但是我心滿意足 所以說啊 市長 你有那麼多的時間 我本席老是建議你啊 找社會處長 了解人家的慈善怎麼做的 我們的教育處長 人家人文教育是怎麼做的 我們的環保局長 人家環保 一些業務怎麼去推展的 我今天是沒有帶著那個資源維收 環保再做的那些來啊 還有 包括 慈善 人文教育 醫療 衛生局長 我剛剛取經一下 不要讓他說 三四點都起來 聽金還是幹什麼 那個多次有保 是一個禮拜 絕對有收穫的 看看人家怎麼去推展的 市長啊 以其這樣 倒不如你出國那麼多次啊 回來 金融市還沒有什麼建設 去看看一個洛泥子 從小 從一些開始沉溺到建材 沒有踏出國門一步喔 沒有踏出國門一步喔 既然能奧援 去參加那些 幾十一個國家跟地區 這個可以 自己就可以查資料 網站都有 以上啊 本席 語眾欣賞兒 再次的建議你 還有的 比較詳細一點 我總執行還有時間 好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張議員 語眾欣賞 現在請李美玲 李議員 主席大家好 首先感谢提供的两份资料 我也希望说未来在做制作资料的时候 是不是把制作的单位的名称写上去 我们才知道说这两份资料是由哪些单位来制作 谢谢 首先所提供的资料包括出国经费的这个情形表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所有的经费的来源来自于民政处 民政的业务费 那我们也知道在105年我们审查预算的时候 民政处的业务费里面 所有的出国总共是有一笔 国外的旅游是196万 应公出国访问姐妹室的差旅费 而且那时候我记得在审查预算的时候 我们特别强调 市政府的顾问不会使用这一部分 所以呢你提供的这个 当我们议会同仁提供的这一份的名单 全部都是自费的 你们遵守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们是以有港口及有合作考量的姐妹室 来作为这个出国的依据 但是我们看到了 你这个四次总共 你这个四次总共花了180万2700多 你全部只去了日本这个国家 那其他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姐妹是大概以后都不要去了 只要去这个国家就好了 然后呢再来的话 我们总共才196万多 前三次我们已经花了180万2700块 我想请问一下最后一次978800 你如何来核销 因为你现在尚未核销 我又救了你们一命 就像福禄猴我救你们一样 我现在要问你们 只剩下不到一万块的出国经费 你要核销97万多 你如何核销 这是一点 等一下我要请会计师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办法核销怎么办 去下来人怎么都自费 对不对 这是一点 第二点 我记得市长刚上任的时候 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的竞选团队全部不会是我的执政团队 可惜你把你的话吃下去了 我相信你的体重一定增加 那你现在的执政团队几乎就是你的竞选团队 好 这个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第一年的出国 所有的每一次的出国 全部都有你竞选团队的影子 而且你竞选团队的所有的人来 还不是约顾人员 也不是临时人员 全部都是什么科员啊 科长啊什么的 甚至也有局处长 如果你这一份告诉我们说 你是一个真正的为了要出国 要带来所谓的效益的问题的话 你应该是依照所需要的吧 我们不敢说你的竞选团队的人没有能力 我们不敢这么说 如果没有能力 你不可能当选 但是问题是在于说 他们的经验难道有比那些已经在市政府 工作了这么久 一二十年的人有经验吗 然后这些人都不用派出国 你就派你的这些 你的基要秘书啊 基要科员啊 你的这些 这个竞选团队里面的科员 现在有变成科员的 也有变成处长的 也有变成这个 基要人员 还有这个约库人员的 你都让他出国 我不知道你出国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效益 而且我们也真的很知意 你都把你的话吃进去了 那在这里呢 我们看得出来五次 四次都是民政处的 我想要请问一下 如果四次都是民政处呢 那你所带出去的这么多的人 他有提供你什么样 对我们民政有什么帮忙吗 好 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有没有人 你们的亲朋好友 是在做旅行社的 第一次去日本四天 每一个人的团费是六万多 第二次 这个防治污染 我们先不用出桌 第二次 每一次都是六万多 六万多 北海道是七万多 一个人的团费 在那边住四天 这是一个合理的价码吗 等一下也要说明 那另外 防治污染 防治污染 你用的环保基金 环保基金 但是呢 你带出去的人 这个第二次 这104年 就是刚选完的第一年 应该是这么说 104年9月跟104年10月3号 我们陆续的出了两团 所有的区长都带出去 犒赏 辅选有功 对不对 而且呢 这里面还包括非常多的 竞选团队的人员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的就是 你的出国 这么密集的出国 你只不过为了犒赏你 所有的竞选团队而已 那 请告诉我们 只要出国的局处 请告诉我们 你 这个五次的出国 你能够学习到什么 在未来 我们不敢说 因为才刚出国 我们也不好意思讲说 你马上就回来有失线 未来有哪些你们考察的东西 要在我们基隆市实现 等一下也一并说明 谢谢 好 我们现在请洪森永 洪议员 谢谢 订阅 从市长出国这个议题 既然我在议委里面 讨论很严重 讨论很严重 其实 我们为市政府 所有的顺便资料来看来 可以说非常清楚 可以说非常清楚 无论医生还是另外的出院 完全都有了規定 但是我们当然 有人在说这个经费的部分 是不是有更加 想说在我们当时 是一百康四年 甚至一百康五年的医生的保温 是不是这个医生有俏讯 其实我们看起来 市政府出国是近两年 所以我们不能一单单来看 一百康五年的医生 我们应该从两年出国的医生 和相关单位的医生 来做一个批评 来做一个统合 会更清楚 也更不误导 人们明明是两年的医生 你要说一年来用 当然这个可能会比较 比较不公平 比较不公平 也比较不恰当 比较不恰当 另外就是说 这个市政府出国的保温 你说因为市政府出国 光辉到我们基隆市的市政 我是感觉个人 感觉这个保温可能要说清楚 说清楚 市民朋友才了解 真的是要讲清楚 不能这样子以致政听 我们来看这个第八的保温 虽然市政府由一百康五年四月二九 到一百康五年五月四五 这七天 市政府逛是青七天 但是我们来看 第一天它是五点滑的医生 结果人家第一天有上班 第一天有上班 第二天到处的时候是 早上备点 早上备点 早上备点的时候 市政府也不上班 所以七天里面靠着 情侯 又靠着日假日 这是最后再去三天 再去三天而已 我们来看 一百康五年 二月二十五 这个部份 是五天 但是我们有三天 日假日 我们也只需去两天而已 去两天而已 甚至出国 千个五天的 也提前韓國來處理我們的市政 跟我們所有市政的處理 再來就是 100坑四年10月找什麼 跟100坑四年10月找錢 5天 結果人家第一天上班 又扣了兩個立場 實質上也只清2天而已 但是所有民眾來清到5天 所以以上中 其實我們不能單單 來說市長出國幾天 你就能認定說 市長親離出國 輸以市政 我是覺得 這對我們所有市政是非常無公平 非常無公平 也必須要說清楚 必須要說清楚 如果沒有這樣下去 市政朋友大家完全沒有了解的情緒 會因為說 我選你的市政 你記得市場 都在刺口在刺口 所有市政都放在方圍 其實 如果要照這個報恩來看 本身是因為 我們應該往後來觀看 你如果說後面 所有市政評比 如果我們都做得很大的進步 還是說我們的市政評比 在保護管理裡面 都是做得最好 我是覺得 這就是一種加分 這就是一種加分 兩千空八年的時候 其實監察院院長王建仙也說了 縣市長的出國 不表示就是違法出國 也不是說 所有的縣市長 因為他出國 比較的經費 就是 就是 農委 黨委公堂 如果說縣市首長 如果出國 有辦法將國外實質上好的經驗 好的市政 帶來中國國內 帶來中國自己的土地 來賣市政 相信這是加分 這是要鼓勵 這是一定要鼓勵 我們 人間的國家 統一的進步是哪個國家 當然是日本啊 當然是日本啊 所以說我們要去市政 要去學的部門 當然是要去日本市政啊 我們就要去老闆的國家嗎 我們要去菲律賓啊 印尼和南區市政嗎 我們需要去老闆的國家去學一些這些東西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真的是要有正確的思維啊 要以好的方向去學習啦 要以好的方向去學習 尤其我們 在國際外交上面來講的話 無論是我們台灣國家 還是我們地方的這個城市 可以說處處面臨到 非常重大的一些 他就在那裡了 所以說 很多 國民外交的部門 人家說起來 我們不能完全來靠政府 不能完全來靠政府 所以說我們有很多民間的團體 包括西亞會 包括統計會 包括青商會 當然也包括富林社 有這麼多民間的社團 願意替我們基隆市政 來做市政交流的時候 我們市政一定要全力配合吧 有這麼好的市民朋友 共同在打招 我們不可以自知以外 所以我覺得說很多事情 感動要感動 而且要求市政要做好 這是每一個市民 跟所有議員的這個質疑 但是我們不可以抹殺 所有願意拿雞人士 的這個城市外交 拿雞人士的這個未來 整個在打招的時候 我們在這裡來打冷水 我一天覺得這樣是不公平 也對市政 沒有幫助 以上分析的建議 我們議員同仁 還沒有人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請民政處處長 謝議長 還有許多議員先進的指教 那有關我們 基本上 市長的出國訪問 都是由民政處的 因公出國訪問的 解面跟有好城市的 財禮費來支應 那其實基本上都是由 民政處來主辦 那當然各局處他如果有 有需要有辦那個出國訪問的部分 有各局處來主辦 那有關 旅美議員剛剛有詢問到說 我們的團備的部分 因為我們出去是參訪團 不是一般的旅遊團 那基本上 我們出國的標準 都是按照 每人每次都有出國零用金 跟團備的採旅的支援標準 這是合物程序 那另外 我們如果說 參選的旅行社 都是以國內非常知名的 那基本上對行程上 基本上是有保障 這部分我們因為出國訪問 不像一般旅遊團 那因為出國旅遊團 它是有Shopping Shopping的部分 那基本上這個 可能在團備結構上 跟其他旅費的結構是不同 那另外呢 我們其實在出國旅遊的 差旅費部分 其實在101年前是270萬 那102年開始 到104年都是216萬 那去年 去年我們在編列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減少 到196萬 那所以所有的那個費用 其實都在合乎著 我們的預算範圍裡面來使用 那沒有用完的話 我們就交回 那出國的部分 其實那個 各個參訪的人員 基本上都是以市府的同仁為主 那所有解面市出境會參訪的部分 他們都是自備 那因為他們的團體 他們如果有參加 都是他們自己去徵詢各個委員 有他們自願來參加 原則上 因為我們出訪是以 友好城市 或者是 未來跟我們要地結解面市的城市來為主 那我們也必須承認 因為有些 在城市外交部分 都是民間團體先行 那有些團體 他之前都有做一些交流 像很多城市其實過來拜訪金融市 或是拜訪市長 都是透過一些社團 因為我們外交上 其實並不是說有正式外交關係 所以說像日本 有些城市上 他必須透過民間社團 他並不會透過代表處來徵詢 所以我們都會因為這樣的關係 才會有進一步交流的可能 那我們也非常珍惜有這樣的機會 那當然有些民間團體也非常熱心的 這樣做一個牽線 希望促進 彼此的經濟文化交流 所以我們才會這樣的邀請 那所有的行程上 我們當然都希望 顧及到我們基隆 跟雙方對方的城市 彼此之間基隆文化交流 對我注意 我們在安排這樣的行程 以上報告 好 對於民政處處長的答覆 各位有沒有 我們呂美玲女議員 謝謝處長 我剛才看了這個團員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次的這個出國 第四次的這友好城市的出國 怎麼那麼剛好 除了我們處長以外 當然也有您 因為您是主辦的 代理科長是孫宏達 那時候也剛來沒多久 社會處長 我們的這個吳 吳處長 我們的機要 就是機要 我們的機要 零機要 這五個 全部都是競選團隊 真兩 三十五 都全部是競選團隊 這個競選團隊的話 我們也知道現在的代理科長 他又步步高升 聽說是市長的同學嘛 也步步高升了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只是覺得 你沒有 你沒有 靠賞的這個味道嗎 而且他現在也沒有在 所以我就在想說 這個我真的是要建議我們的處長 民政處長 既然所有的出國都是您這邊來主辦的話 最好就是我們是為了什麼目的出國的 我們真的是要為公的目的 不要為私的目的 如果為私的目的就請市長自己出錢 對不對 只會說實在 市長的這個薪水也不低 你就自己出國 自己靠賞你的這個競選團隊 絕對不要拿這個老百姓的納稅錢來靠賞你的競選團隊 這是我們真的會比較覺得必須要監督的 那你今天要出國其實都無所謂 你出國四天 十天 二十天 其實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不覺得怎麼樣是只要你回來對著我們金融市的建設 有幫助 你一年三八來五天又起床 我也跟你打破了對不對 可是現在目的就在於說 你這幾次的出國為什麼要特別拿出來 是因為我們嚴重的懷疑 都是服選有功的人員 而且都是你的競選團隊的人員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比較強調的 所以在這邊我們希望反正選完了對不對 現在也已經是第二年了 也希望大家把心都收回來放在市政建設上面 那曾經看過的 如果只是走馬看彎去玩一玩而已被犒賞的 就不要有什麼意見了 但是呢 如果是真的拿了老百姓的錢 去出國看得有這個心得 覺得有 對金融市有幫助的 那也要歡迎這些人 不管你是區長也好 你是局處長也好 多多提供意見 來建設我們金融市 我相信 I love Keylong 你的這個紅色的跟白色的這個標誌 現在好像每個人拿的那個東西 都當成反正就是保護令一樣 這樣 急急如立立 反正就貼在某個地方 車位也給他貼一張 反正你就不能來檢舉 我到哪裡 我就貼一張 反正你就不能來 來給我 給我這個開單 我覺得現在是怎麼回事 所以這邊真的是期待 我們未來這個出國不管怎麼樣 只要拿到是公費的 拜託 這個錢要用在刀口上 那也希望能夠有效益的回到金融 來謝謝 好 我們謝謝李美玲寶貴的意見 我們現在請石聖明市議員發言 我想啊 我們林市長太仁慈了 太仁慈了 昨天啊 黨團啊 我們還有成員建議就是說 把前任市長啊 這一些出國紀錄啊 也一併送到議會過來 但是啊 我們市政府遲遲不肯 市長的意思就是說 不需要跟啊 前市長來做比較 實在太仁慈了 坦白說 林市長啊 就任一年半以來 智慧的不算 總共才出國五次 主婦的人的休假時間啊 帶母子出頭啊 是怎麼可以呢 本來就可以的啊 公會的部分啊 為了建立國民外交 城市外交 帶團出國 包括我們的 解面市成員啊 之後去做城市啊 外交的活動 隆重也這麼誤會 前市長張通龍 從民國九十七年到民國 一百零一年啊 四年間啊 總共去出國幾次啊 二十六次 二十六次 最少二十次是到 對岸中國 到中國去 不是去三年 沒有去學問 廈門甚至有一年去 十二次的 這種紀錄 平均啊 你看平均看看 每一年出國十三次 一年十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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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都弄幾次 說到市場全部 你們說的都對 白人說的都晒到 市長 年半才出國五次而已 臺灣啊 面對啊 整個啊 這個對岸的 這個外交的打壓 臺灣的外交困境啊 我想啊 是更加困難 特別是我們啊 前任總統 馬英九 他的外交秀兵啊 臺灣目前的處境是怎麼樣 是啊 有國交到變無國 大國交到變世國 白人的國家交到變黑人的國家 越高越少國 很多很多的國家都我們斷交 在這八年當中 我們一再的討好中國 有用嗎 有用嗎 斷交的國家是越來越多 中國要求臺灣必須走入啊 一中的框架 要求臺灣你必須要承認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什麼是九二共識啊 九二共識就是 就是一中啦 就是你臺灣就是中國的啦 叫做九二共識啦 那我告訴你 新總統 他在就職演說的時候 有九二會談 1992年 在新加坡開的 姑方會談 有九二會談 但是沒有共識 有共識的話 應該有備忘錄 應該會有 這些啊 記錄在 才對啊 根本沒有任何文件啊 表示說九二共識啊 有文件嗎 這種話 大家敢敢說 幾黨敢敢說 你們大家有人敢說嗎 我比照啊 林市長出國 他的 不要說糾解 他的成效 我們要說成效 比賽看成績啦 張通榮出國 去賣問十幾次 賣問有了 一條街叫 基隆廟口街 朝起島主委 這些行李人 十個九個 都這樣 十個九個了錢 他回來 包括張前市長也了錢啦 也了錢啦 了這塊地啦 了在那裡啦 了賣問啦 帶一些人死的啊 沒人敢說 沒人敢說 市長出國 林市長出國 是都為公的 為基隆的發電 他跑到 跑到 美國啊 舊新山 山蕩西斯科 去那去 去哪裡呢 去跟這個 去思科 去啊 Google啊 去啊 Facebook 去拜訪一下 跌跌幾天的時間 配合啊 現任的總統 蔡英文 這個還是智慧行程啦 拿基隆喔 是不是有辦法帶一些 國際性的產業啊 到基隆來投資 同時啊 簽了備忘錄 同時簽了備忘錄 有成績耶 有成績不是沒有成績耶 另外 你看去日本 去熊本 剛才去沒有多久而已 你看熊本縣啊 人家縣長啊 馬上帶他們那些產業團啊 來我們基隆訪問 甚至於答應說啊 八代市長跟熊本縣長 答應說啊 我們啊 今年的中原季啊 還要來王基隆 做國民外交啊 他去的國家 是都先進的國家啊 不是以前的 我們的市長都去農夫國家啊 去做他個人的行為 做他個人的行為 我們市長做的是 都做公家的工作 做公家的工作 真的是值得鼓勵 至於說帶誰去 我跟他說選舉免嫁啦 陳派論英雄啦 陳派論英雄啦 市長要帶什麼人去 只要是合法的 都可以去啦 市長的人數 他要任用什麼人 只要是人材 他都可以用啦 帶誰 跟你有關係嗎 只要是合法的 就能帶啦 做到老公 讓人欠到老公 你們說的都對 別人說的都知道 好 我們 謝謝詩詩明 寡貴一見 我們呂美玲 呂議員 謝謝喔 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忽略了一點 就是我們市長啊 大家也一直都在強調 市長您到失課的那一次 雖然是你自費情深 其實那不是我的重點 本來不是我的重點 可是大家都一直在歌功頌德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你在當時在思科的時候 你提供了什麼給思科的公司看 你那時候承諾人家要做什麼 你現在回到了基隆 你又帶來了什麼樣的產業 然後呢 你當初講的那個東西 怎麼會跑到台中去呢 可不可以說來給我們聽聽 對不對 我本來這個都想說放過你也不想問了 可是你應該要講清楚啊 你那時候到思科講了什麼話 你讓人家蔡英文去給人家承諾什麼 人家為什麼想要到你基隆來呢 你當初講的是什麼 當然跟你的所謂的微笑港灣 為什麼要去推呢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有講到你的基隆這港 要怎麼樣的改嘛 對不對 不是嗎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現在呢 跑到台中去了 然後來到我們基隆的 是我們要去給人家買東西的 如果要這樣子的話 那隨便找一個啊對不對 你去找那個LG也可以啊 你找哪一個 對不對 都可以嘛 還要提這個嗎 要的話你可以再提提看啊 對不對 你提嘛 當初你怎麼樣承諾人家 好謝謝 不要生氣美玲 好 我們議員同仁還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再請我們民政處處長 再起來補充報告 謝謝議長 以及各位議員先進的指教 那有關剛才有 有 李美議員提問的幾個問題 我說一個簡單 因為司科的部分 因為這不是民政處處辦 這我沒有辦法這邊回答 那有關剛才 李議員提到 就是有關有沒有 所謂的 所謂的 扶選團隊 我想這個是沒有的事情 因為 呃 我們今天 所有拜訪的人員 都是市長執勤 但是因為他是按照 我們市府的同仁出發 所以 包括我們局處長 他並不是所謂的 扶選團隊 那另外我必須重申就是說 呃 這兩個 包括區長 區長參謀行程 有兩位區長 分別是已經退休馬 不能區長 還有鄭景龍區長 他是參加環保局的行程 然後另外 呃 五位區長 是參加我們廣島行程 其實這都是在選舉之前 這個 第一個 他們本身也不是 無選團隊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是在選舉之前舉辦 這個跟選舉完全沒有關係 那這個部分 也跟李議員來澄清 那有關所有的團員部分 其實基本上都是合乎我們的標準 就是說必須叫市府的同仁 那這有關局長 那都是按照 呃 如果有業務上的需求 然後或者說 有參謀需求 我們來安排 以上報告 好 我想 林市長 你要不要也補充報告一下 好嗎 好 謝謝議長 各位議員先進 這個議題討論了兩天 那個 我想幾個部分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就我上任之後 其實對於出國的事情 我們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 我們希望花的時間 儘量短 所以 在相關出訪行程的一個安排 我們都盡量的能夠用到例假日 第二個就是我個人的部分 就是只要是班機是下午或者晚上 我雖然請假我必須要請全天 但是我當天我一定進辦公室上班 回程的時候亦如此 所以 雖然請假的日子是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 這個 我們在出訪的時間 的時間 並 其實是比較節省得多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是 我們盡量出訪的 在 這一段期間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在日本 其實第一個當然就是距離比較近 第二個就是相關的是港口的一個城市 第三 就是我們出訪有另外一個目的 也就是所謂有好城市 或者未來可能變成是姐妹市的一個 這個 親善的一個護訪 所以 包括這個熊本市 我想包括熊本市的市長跟議長 也都有到訪我們的市議會 另外是廣島的二十日市 這是應二十日市的一個邀請 二十日市希望跟我們基隆市 未來能夠建立姐妹市的一個關係 另外呢 就是在出訪的人員的部分 其實過去市政府大概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幾乎所有出訪的行程 大概是以市長為主 但是我就任之後我希望不要以市長為主 而是盡量能夠帶市府的同仁一起出去 所以各位會看到出訪的一個名單 在五次的一個出訪的行程裡面 總數加起來是有六十幾位市府的同仁 那盡量帶一級的主管或者是副主管 區長 科長 承辦人員一起出訪 那另外當然我市長辦公室 我也需要有人出去 因為我個人也需要相關的人員的一個陪伴 那剛剛有議員特別提到呢 其實我都尊重各位議員的一個發言 不過有些資訊也請不要去做一些扭曲 像剛剛區長的部分 其實我想這對區長是不公平的 因為第二次跟第三次的一個出訪 這個都是在去年 是在九月份跟十月份之間 而且這些區長全部都是前任張市長所留下來的區長 我相信他們沒有為我服選 那另外呢 有去昨天的時候 韓家晴議員有特別提到思科 因為剛剛呂議員也有提到思科 所以我做一個補充 其實思科的這家公司 它是規模非常龐大的 那去年剛好有這個機會 在六月份的時候到九金山去參訪 那在參訪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製作了一支大概三分鐘的一個影帶 來向這個國外的一個朋友 介紹基隆的相關的投資的一個環境 讓他們知道說 雖然基隆市 這個我們不是直轄市 但是我們是大台北都會的一部分 可以作為未來思科在台灣投資 在整個大台北都會在選擇地點的時候 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新創的一個基地 所以在去年十月份的時候 這個思科的亞洲區的一個總裁 來到這個台北跟基隆市跟台中市 來簽訂合作的備忘錄 那這個韓家晴議員 昨天有特別提到香港的旅展的部分 我想這資訊上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其實我並不是要去香港旅展 而是本來跟亞洲區 斯科的亞洲區的總裁歐文 其實本來是約定要去香港去看他 後來因為歐文總裁的一個行程的安排 沒有辦法銜接上 所以後來我沒有去香港 後來是歐文總裁 率領他的團隊來到基隆 那香港旅展的部分呢 也不是這個冬天的時候 香港旅展的部分 其實是今年六月份 六月十幾號的一個時間 所以我在這邊也做一個澄清 另外呢 李美尼議員有特別提到 思科到台中 其實並沒有這個事情 我想每個城市其實都在希望爭取 有這個大的企業的一個進駐 那台中的部分 他們是提出水南機場 希望做為整個智慧城市的一個建設 其實並不只是思科的一個進駐 那思科他在思考幾個東西 第一個 思科為什麼要移出中國大陸 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智慧財產權的一個原因 所以當他們在選擇亞洲的一個基地的時候 認為台灣的一個智慧財產的保障的相關的一個環境 以及軟體的人才的相關的環境 基本上是比較成熟 而且在智慧的保障上他們比較放心 所以他們希望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把思科的亞洲的創新的某部分的機能 要放在台灣 第二個他們是在尋找新的一個生產的一個基地 跟所謂的IoT 物聯網 以及台灣的這些軟硬體的製造商來做連結 所以它其實會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新創的辦公室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製造基地的部分 那在基隆的部分呢 我們在過去一直在爭取的 其實是新創的研發的辦公室 未來能夠進駐到基隆 也就是我剛剛其實在報告 市政的總報告書裡面有跟各位提到 其實他們的歐文總裁帶基隆跟來拜訪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結合的西岸 也就是跟大家報告西岸的會展中心 其實在這個市政總報告裡面的最後一頁 市政的總報告裡面的第三十五頁 其實就是西岸的會展與旅運智慧大樓 未來如果有機會跟思科來合作的話 思科的新創的基地會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這個一切其實都還在洽談當中 那但是思科其實並不只是跟基隆市來合作 其實他們在談的是跟整個台灣產業界的一個合作 所以未來這部分如果有機會的話 它也是一個國家的一個重點的一個戰略的一個策略跟計劃 所以我想做以上的這些的補充 那有關於這個剛剛提到的這個相關的一個效益 張耿惠議員有特別提到道路的部分 其實道路部分我們市政府本來就在積極在努力 那我們在市政報告其實也提到務實一點 因為日本的整個的基礎環境跟台灣的環境 特別跟基隆其實非常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基隆的部分 剛剛之前也講我們用示範道路的一個方式 一年兩條 一條到兩條的一個速度 我們來努力 那因為我們在過去基礎建設的部分 落差蠻大的 但是我們一步一步來加油 好 我想做以上簡要的一個報告 另外呢 有特別提到所謂的市民有約的部分 我想每一任市長的做法不一樣 我希望做走動式的一個管理的一個市長 每一個市長過去當然市民有約來到辦公室來談 但是那個效率其實並不好 所以一次兩次大概一次大概只能接近一次兩個 一個團體或者兩個團體 那我必須講其實我一天到晚都在跟市民有約 我相信我的辦公室包括今天政經研議員沒有到 其實包括政經研議員都已經 其實他也帶了很多的市民的一些課題來到辦公室來談 所以剛剛秦珍秦議員有特別提到像安一路那個 課題的一個解決 其實也沒有市民有約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走動式的一個管理 發掘問題然後實際上來一個解決問題 但我知道就是說大家都很期待 也希望這個永遠都做得不足也做得不夠 所以我們會盡量的積極的來努力 那各位一座如果有任何市民 來這個就是說有相關的一些課題 我們也會全力的盡量的安排時間來這個協助大家來做處理 我想這一部分是不管是市政府還是我們各位議員先進 我想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以上謝謝 好 我們還要講嗎 美玲 好 呂美玲 呂議員 謝謝市長非常詳盡的告訴我們 師科來到台灣的話不是只有基隆或者台中市有機會 也就是每個縣市都有 而且要看人家的條件 對不對 我們城市是不是準備好了 這是一點 第二點你邀約他的話就是有所謂的西岸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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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展的會館的合作計畫 但是西岸的建設也是遙遙無期對不對 所以呢 並不是如同你講的你的報告35頁裡面講的這麼美 因為你只是講了一個很大的框架 但是你沒有把內容講出來 就像我們大家好像你以為好偉大啊 你去思科啊 然後簽個備忘錄 你忘了你也沒有告訴我們備忘錄的內容是什麼 但是總歸你也不用告訴我們了 總歸時科是否會來基隆發讓基隆有所發展 它還是一個未定數 但是呢 從一開始你就給基隆一個希望 那也不錯 但是這個希望希望能夠落實 不要以前有有位總統所講的 這個什麼希望香水 有夢最美希望香水 到最後呢 大家都到天堂或者下地獄去做夢了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李美玲 我們從昨天只討論到今天 我們議員同仁還有沒有人 如果沒有的話我做成結論好不好 市長對耳後出國考察 請參考各位議員建議為之 這樣好嗎 好 通過 好 通過 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 通過 好 通過 請問你 請問我 恭喜你 我請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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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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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